记者王秀听台东报道 部落迁徙百年 青年能做些什么 布农族人迁徙海端将坎顶部落一百年 在第青年已近一年的时间 创起各家族迁徙的记忆 拼凑出属于坎顶部落的迁徙故事 并选在最多族人返乡的清明节在部落展出 虽然坎顶百年隐隐 瓜瑶故友邻 H有五小时 各家族长辈带着小孩 一起认识家族的故事 坎顶百年隐隐 瓜瑶故友共达古斯崔书 表示第一批布农族人 1917年迁徙至坎顶部落 陆续有其他家族辗转迁徙至此 组成属于坎顶的故事 却少有记录 部落青年们自主发起策展计划 要唤起族人对部落的历史记忆 超过30名部落青年 透过访问家族齐老 记录15个家族的迁徙历程 并搜集百年来珍贵老照片 台湾史千文化博物馆 也一路陪伴协力 今天上午在坎顶部落开展 虽然展出时间只有五小时 一早就吸引族人聚集 不少长辈看见自己成为展览中的主角 不禁向儿孙一起 当年王云珠看着照片中年轻的自己 感叹以前好瘦 现在身材变形好难过 70岁的周瑞金则带着孙子们一起看着展板 开心意当年 孙子周志健说 原来我是在坎顶的第四代 知道迁启过程很感动 胡玉如说 这是创起部落的第一步 不少族人又陆续说出更多 故事 看未来每年都有属于部落的一起回家